OK, 長毛突藥, 窩居看樓團 Simon, 上次你教我們 批灰折膠洗座廁 今次我都遇到家居的小問題 你可否幫幫我 好, 我們去吧 坊間有幾十元 無需稀釋即開即用的防水膠 我們可以用油掃, 或者用油輪 將這些防水膠塗在水源的牆壁 譬如說, 水是由洗澡房滲到房間 我們就在洗澡房的牆身裏做 如果是由屋的外牆 滲到窗台的話 我們就在外牆那裏 我們可以用有長度的輪 然後就可以在外牆那裏滲些防水膠上去 按照指示滲兩層 這樣就可以有效地防止到 一些見不到的裂紋道滲水進來 廁所水長流可以怎樣解決呢 首先關掉水制 沖走所有水渠 然後打開水蓋 逆時針, 流出這個水心 平時我們沖水 就是透過我按這裏 水流到廁所裏面 至於我們放手之後 水更長流 可能是因為這塊膠老化了 或者裏面有些沙泥鐵壽 阻礙它去水 如果是有髒的話 我們只需要把這個部件拿出來 用熱水去沖洗一下 清走沙泥鐵壽 放回去, 扭回去 就應該可以沒問題 但如果不行的話 整個水深拿去配 都是幾十元的 就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 瓷磚爆裂可以怎樣修補呢 介紹一個很小好用的DIY 物料給大家聽 就是鋼膠 鋼膠很有趣的 它是兩種顏色 只要你不把它搓在一起 它就不會變硬 但是你把它搓在一起 15分鐘之後 就會變成硬到石頭 這樣 再加一點機密 想裝修 又想去旅行 但不夠這麼多現金 OK 長毛業主私人貸款 貸款高達港幣820萬 運物業估值的85% 最快一至兩天就完成批核 立即出發沒有難度 借還是不借,還得到才好借